陈浩民是袁珊珊救命人人 陈浩民救过袁珊珊的命 两人当初在合作亲相连时有一场水戏 然后袁珊珊不会有用 拍戏时就不小心出了意外 差点淹死在水里 还是陈浩民第一个扑下水去救她的 这件事之后 袁珊珊就认了陈浩民做哥哥 对她十分感激 雷珊珊是演冠军背后的男人 陈可欣指导的李纳川 最近已经敲定了男主角 将由雷珊珊出演李纳的丈夫江珊 不得不说陈可欣真的是很有眼光了 雷珊珊和江珊不仅面向有点相似 两人憨厚可爱的气质也是蛮相近的 而且两人环珠同样是风趣幽默的人 所以相信雷大头一定可以胜任 这个冠军背后的男人的角色的 邓超孙力吃饭群众 今天是张欣宇和和杰大婚的日子 两人在上海卯高档酒店举办婚宴 所以很多媒体一早就去酒店门口赌人了 但没想到张欣宇他们没被赌到 却撞见了孙力和邓超 不过两人并不是来参加张欣宇婚礼的 而是正好在该酒店一楼吃饭 两人看到这么多媒体都特别猛逼 邓超还傻傻的问大家今天什么日子啊 怎么大家都来看我 哈哈哈哈哈哈 这话你也太好笑了 两人是真路过吃饭群众了 杨超越没人追 杨超越虽然长得漂亮 又是直男长的那种长相 但他读书那会儿却没多少追求者 一是因为他自己不会打扮 二是因为他性格大大咧咧的 和谁都称兄道弟 男生们都当他是哥们 自然就没有人追他了 而且据他自己铺料他还曾帮好哥们带写行书来着 不知道超越MM的经理体制 有没有帮好哥们追到心仪的女孩子呢 baby又昭黑 baby最近又惹了个咬额子 不过这次主要错在他的经纪人 当时他们正在某公司拍广告 杀青的时候经纪人叫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 去和baby和影留念 不过其中有个工作人员没去 经纪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去 那个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不追心 对明星不感兴趣 也不想合影 没想到这个回应 却触怒了经纪人 经纪人觉得他拒绝合影 是对baby的不尊重 还上前推了他一把 要不是保安拦着两人差点就打起来了 要说baby的经纪人也真是够奇怪的 不就不合影吗 多大点事 至于动手吗 难道是为了要凑人数 和影人多一点好看 除此之外 baby的另一个商务经纪人 还曾让这个工作人员去阻拦一个抽烟的路人 原因是因为baby闻不得烟味 m 老烟枪闻不得烟味 这理由也有点太搞笑了吧 况且之后baby还在现场撬着二郎腿抽烟 何来的闻不得烟味 baby身边的人真的是一个比一个 会给他招黑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